2 名年輕人跑到荒廢23年的 台南信林醫院試膽 並到太平門打卡 照片PO上臉書後 卻接到詭異來電 嚇得報警求助 男子向警方表示 接到位顯示號碼來電 對方用痛苦的聲音說 快來救救我 警方先安撫男子 表示可能是朋友惡作劇 位在台南中西區的 信林醫院民國64年開業 到了82年6月1日 疑似因為不實醫療記錄問題而關閉 由於鬧鬼傳聞不斷 還因此名列台灣十大鬼屋 吸引許多人前去試膽 外界對於醫院荒廢了23年 都不拆有許多傳言 有員警私下透露 當時合資開設醫院的老醫師說 不拆的原因是 土地上要是有建物比較容易保值 也曾經有過高雄的買家 洽談購買